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周五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上周五呢 澳洲股市依然是比较的悲催 我们知道呢 在上一周曾经一度是虽然达到了两年的最高点 但是从周二开始 澳洲股市连续四天都出现了下跌 其中矿业和资源股呢 最为悲催 最终是下跌幅度超过了5% 到上周五的时候呢 澳洲股市收盘收在5836点 一周以来呢 整整是下跌了120个点 跌幅呢 超过了2% 中国股市在昨天也是摇摇一坠 还在下跌 上润指数呢 是下跌幅度为0.8% 跌到3100点左右 深圳方面呢 也到了1万点附近 目前是1024点 下跌为1.2% 那么和澳洲和这个亚洲股市的下跌相比的话呢 欧美股市在上周五是继续飙红 法国和德国分别是创出各自历史最好水平 英国也差不多上涨0.7% 也处在它的历史高位 美国股市呢 也是一样 三大指数纷纷走强 涨幅也都超过了0.6%以上 那么除了股市以外 在其他方面呢 黄金由于股市的上涨而出现下跌 这样一来 黄金价格在上周累计下跌3.3% 石油价格呢 在上周大体上也以下跌为主 但是呢 在上周五那一天 石油价格是回升了 大约是1.5%左右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市场的这个热点话题 今天呢 毫无疑问 各大主流媒体的首页 特别是财经媒体呢 均会是报道着法国的大选结果 那么从今天早上的消息来看呢 是法国的第二轮总统大选候选人 已经尘埃落定 是马克龙 他虽然只有39岁 但是我们不论去 不管是他的年纪 首先从 如果从金融的稳定性 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呢 他的成功当选呢 应该说是帮我们呢 是去除了很多的顾虑 因为一旦是另一边 就是支持法国脱离欧元区 当选的那个人 就是庞乐 如果一旦他当选的话呢 那对于欧洲股市 以及呢 对于欧元区来说 都会是一场灾难 准确的说 不一定说是灾难 但至少是存在着 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呢 这个法国是作为 欧元区创立的成员国 而且是主要成员国之一 对这欧元的稳定性 具有无可厚非的重要性 所以说一旦法国最终 也是选择脱离欧元区的阵营 那么你说欧元的未来 还有多少人会去相信 但是呢 我们知道呢 由于过这个去年啊 英国退欧 之前大家也是觉得不可能 发这个美国大选啊 特朗普当选 之前也是觉得不可能 所以在在这一次啊 这个法国最终结果出来之前 大部分人呢 也不敢去绝对的 百分之一百去猜测 这个事情 虽说他的这个 马克龙当选成功率很高 但是呢 依然呢 啊 这个金融市场 不敢下重注啊 去猜 因为有了去年 两次的黑天鹅 这次大家呢 都会比较小心谨慎一些 那总的来说呢 这一次法国大选的结果呢 啊 是对于欧元区的一个啊 很好的保护 或者说是欧元在近阶段 一个胜利 至少呢 他不会面临着前途渺茫 或者说是前途不明 随时有可能啊 这个崩溃的啊 这种不明确的前景 至少在目前来看 法国这一边是搞定了啊 而且市场呢 也是非常给力 在今天早上 欧元是跳空高开 继续上涨 虽说现在呢 有所回调 但总体上来看啊 马克龙的成功当选呢 将目前欧元 至少从现在到德国大选之前 将会呢 帮助欧元对美元 继续保持一个上涨的态势 那么从日线图上来看 我们知道在第一轮大选中 欧元是一举跳上了1.08以上 现在是在1.10附近 只要欧元是保持在1.08 这个价格之上 那么我们相信呢 啊 这欧元在今年的涨势 将会继续维持 啊 那么可能大家要问 欧洲离我们这么远 这个法国当选 或者总统大选呢 对于我们啊 中国或者说是 澳洲的投资者来说 会有什么影响 准确的说 直接影响 并没有啊 你并不是说啊 马克龙当选之后 澳元会大涨 澳洲经济会大涨 并不是这样一回事 啊 但是呢 它是一个间接的 或者说是连锁反应 马克龙当选 虽然不能证明他 法国的经济一定会好 但是 少 欧元区 特别是欧元未来的稳定性 得到了部分的保证 啊 当然 另一部分 另一部分的保证 还是要来自于德国的大选结果 啊 所以说呢 欧元区稳定下来 那么现在欧元区经济体逐步恢复啊 他们各自经济逐步恢复的这么一个趋势 也能够得到维持 如果欧元区的经济再恢复 他们从中国的订单就会增加 那么中国的外贸出口也能增加一部分 中国的外贸出口增加 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再去影响到澳洲经济 所以这环环相扣啊 其实呢 还是有其必然的联系 虽然说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离得比较远 但是呢 通过这个地球村啊 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欧洲的稳定 对于全世界来说 都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法国的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德国以及意大利 相对来说呢 意大利的这个影响力会比德国和法国低一些 但是它毕竟也是欧元区国家之一 到目前为止啊 英国虽然它是脱离了欧盟 但它不是欧元区国家 欧元区的国家还没有一个要求退出欧元 所以说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今年有任何一个国家要求退出欧元区 那么以上呢 是今天对于欧元以及对于法国大选的一个解读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与之相关的欧元对美元的走势图 那这一张图呢 是欧美日线级别走势图 也叫是长线级别走势图 我们看到呢 目前呢 虽然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欧元游过一次冲锋 但是随后很快的下跌 但在之后的话呢 在两周之前 也就是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之后 欧元是顺利的冲上了1.08这条关键线 到目前呢 已经在1.0965左右 准确的说 我们有理由相信呢 这个欧元对于美元在长期至少是能够达到大约是1.13附近 离现在大约还有350点的距离 所以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从长线来看 只要欧元不要重新掉回到这条关键线1.08以下 那么欧元的涨势将会继续得到维持 我们在长线对于欧元看涨到目前为止 继续保持不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热门新闻 今天晚上呢 没有什么太大消息 今天下午1点25分 中国发布了他们的贸易节余数据 是结果呢 是好于预期的 因此呢 对于与中国相关的一些产业 特别是澳洲啊 特别是一些基础设施啊 铁矿石这些都是有所帮助的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MING PAO TORONTO